台灣藝人小貞 早年是個不得意 但在2014年的時候 因為確診患有卵巢多郎症 令到內分泌失調 體重一度保障到105公斤 當時的體脂更加高達41% 後來因為婚姻出現問題 加上女兒的鼓勵 她終於下定決心減肥 更加在8個月內 減了40公斤 她大方透露自己的悲劇 就是堅守午不吃 只不飲湯 不吃粥 不吃辣 不吃粗 不吃蒜 這些容易令人胃口大開 又或者越吃越多的東西 她表示基本上當自己是一個糖尿病人 維持低脂壓的飲食 減低血糖的波動 她會吃足早午晚餐餐 但每餐都只會吃十分飽 而且是先吃肉 後吃菜 而菜方面 就算深綠色的初菜 因為越白的菜 代表糖分越高 另外 她一星期 會做最少三次運動 包括重瓶 和有養運動 小朋友 小朋友 請問